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家总结 我是Fiko 欧英文 现在我们来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中午收市全线向上 上升组合指数升4.3254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31.1309点 湖深300升4.3963点 创业板指数升12.2306点 行指方面中午收报190.119点 跌499点 国企指数跌148.6467点 货技指数跌114.3364点 带斯成交又652亿 今天看到焦点股份方面 金矿股比较特别强势 市场的避险情绪亦比较高涨 纽约4月期间高见满安市 1980.5美元 是去年4月19日以来最高的水平 收市报1973.5美元 升50.5美元 今星期也升了5.6% 现货金同样在11个月的新高 急升了3% 另外最新的富国银行也表示 尽管经济衰退迫在眉睫 但大宗商品正处于超级周期 而黄金的表现更升一筹 对贵金属来说 最租高的情况是价格翻倍 富国银行表示 根据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历史分析 金价将至少上升一倍 富国银行看到3千美元的目标价 今天看到金矿股是特别强势 在当中山东黄金升超过4% 紫金也升3.8% 不过金融股今天相反 走势也比较弱 今天看到汇控压着市场走 今天中午收市也要跌5.9% 渣打跌5% 恒生跌1.8% 税银集团和瑞士信泰世纪拼购的达成协议 加上美国联储局等全球六大央行联储 提升美元的市场漏洞性 消息公布后也有稳定投资者的情绪 但今天最新 看到大家对于银行的危机 仍然表示担心 令到银行股今天全线都要受压 除了银行股差之外 消费股今天全线都要跌 特别像啤酒股 清啤也跌4% 滑润啤也跌5.8% 最新上星期花旗也出了一个研究报告 他说在上星期举行的 一个内地消费成都访问团观察到 上星期实体商品的消费情绪比起预期弱 维持第一季销售数据没有上限的惊喜预期 但对于下半年的消费复苏 就似一个乐观态度 并且预计餐饮等服务相关消费行业 在第二至第三季会有更快的消费复苏 他就在必须性的消费股中 首选华润啤酒和蒙古乳牛 偷薄亦是运动服装首选 海底撈是餐饮股首选 最后和大家看看小鹏 今天他的逆市走高 因为他亦公布了去年的总收入 增加近2.8% 看回集团公布 他的股灯应佔亏损91.39亿 每股亏损5.34元 不过去年的总收入是268.55亿 按年升了27亿 公布业绩之后 带动股价中午收市升超过2% 今集就和大家聊天 我们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